我是马尼迪亚 我的灵性名是这次 PALMA 说汉第三期课的第四天 从大师亲自给的 你知道吗 这个灵性名太有趣了 就之前我总觉得和大师的连接差那么一点 当你有了这个灵性名的时候 立刻觉得和大师连上了的感觉 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尤其幸福的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 特别贴切的是 这个名字是永恒的喜悦 我就是一直在追求灵性的成长路上 我就觉得最初我觉得生命的目标就是快乐 当我知道快乐不是目标的时候 永恒的喜乐则是成为生命的目标 就是它是一个政务圆满的状态 才会是一种永恒的喜乐 这就是我的灵性名 所以特别特别开心 开心的不得了 就是分享我得灵性名这件事 现在上今天已经是 帕尔姆书和汉三课的第五天了 想分享一下今天的课程上的一些感觉吧 先是那个大师让我们点话的时候让我们哼唱 这个一直在唱 一个是和施瓦的连接 一个是和拉克什米的连接 然后唱的过程中间 人就酥酥麻麻的特别特别舒服 结果后来唱着唱着就浑身发热 热得出汗呢 我这里可是大冬天 真的热得出汗 这个就让我联想到前不久 有前就回几天 应该也在帕尔姆书和汉三课期间 就是当上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 然后我心里其实和大师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否定在那里 就觉得大师你怎么和我总觉得我没有那么亲近你啊 别人做护驾的时候怎么就有那么多感觉啊 你也给我点感觉吧 结果那天就 我把这个话语发出去的时候 我接着身上就一股热浪 涌来然后就开始有冒汗的那种感觉 我好感动就是大师以那么快的速度回应我说 告诉我我在这里我和你连接 很好玩了 包括今天这个唱颂的时候浑身冒汗的感觉 让我联想到前两天 做早晨做扑驾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非常非常美好 这种感觉应该就在这种能量场里头 才能够感受到那么强烈的这种和大师连接的这种感觉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也来到这个能量场 来感受大师给予的那种 大师给的礼物太多了 多的多的你没有办法说 每个人接收到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大师给的则是太慷慨了 你要什么给什么 从来没有拒绝的 真正的是你要什么给什么 这个是题外话了 因为在这个能量场里头你才能感受到你这个要什么得什么的这种感觉 和大师的那份深深的连接 还有一个想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家里来一个妹妹和 等于在旁听 她认识大师和我一样长时间 和大师连接非常非常好 她只要做扑驾就和大师连接的哭得稀里哗啦的那种 就是那种 然后呢 今天在这里就是我在超能力显化课的时候 我就开小叉了 恰恰是开小叉的过程有个额外执行 就是在这个超能力显化课的时候的一个超能力显化的一个结果 但是与上课的那个超能力显化的内容关系不大 是是她让我在她在那里问我为啥 她的显化能力第三眼显化能力那么强 就是经常是有求必应 比方说她想天下雨天就下雨了 给她交花园她省着交花园 她让大师那个太阳明天天晴吧 我要出门第二天天就天晴了 就这种她就这种小事太多了都能显化 但她恰恰是最大的事往往不容易显化 她就是有卡吧 一定是有卡 因为她显化能力这么强的一个人 应该是不可能说有什么大和小 宇宙天地才不看你大和小 就看你自己想要的程度和内在有什么样的不圆满 阻拦着你的显化 所以呢她就让我看为啥她一直想拥有一个大的农场 因为她当看到我拥有这个农场的时候 她感动的竟然哭了我没哭她哭了 我就说她一定能写话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没有写话 她就想让我扫描一下看她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我就看到她最喜欢的那个农场 那个房屋那个农场的那个景色 然后就出现一个像类似于小电影的 就像我之前上一次巴默说和三客分享的那个迷迭香的那个小电影一样 这也是一个动态的 就她就到了那个最喜欢的那个农场 那个房屋那里 突然就灰色很沉重的灰色压过来 压过来画外音就是一种不安全感 正在阻碍着她显化她想要的东西 就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信息在告诉我 她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 然后她就让我看看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安全感 阻止她这样子的到来 这又让我想起上一次给她扫描的时候 类似的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她放弃工作的时候 她一直舍不得放弃她的工作 我给她扫描的也是一个小电影 当时的那个小电影是她在海边散步 后面一个小狗追 本来的整个画面非常美好 非常祥和美好 风和日丽晴天在海滨散步 多美好的一个画景 但是后面一个小狗 汪啦汪啦叫的跟着她后面跑的时候 她有一种恐惧感 然后呢和现在她无法显化 她现在想要的这个生活 也是出现非常清晰的画面 在告诉我她背后的那个恐惧感 然后当然她是与她的根源模式 这就不分析背后的这些东西了 当然因为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些信息告诉我 她背后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根源模式 造成的这些不圆满要去圆满 并且有一些随后我在帮她冥想 唱马哈瓦奇亚的时候告诉她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都不外乎全是大师的 但是她会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来告诉怎么样去做 因为大师的方法很多 就像现在在帕姆斯沃汉三课的时候 大师告诉有的人说 你去哼唱马哈瓦奇亚就可以征武圆 有的时候告诉有的同学就说 你去做安克拉奇冥想 你就可以征武圆 每个人对应的钥匙 可能最便利的那个钥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到最后扫描出来的方法 不外乎也是大师的这些方法 是安克拉奇冥想 然后呢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在这个能量场里头 去显化第三眼的时候 给的那个清晰度非常高 能量非常好 包括哼唱的时候 那个冥想大师搭上的时候 那个能量场非常非常好 就这种能量场 让我们能够有更容易显化 你想显化的 更容易得到和大师的连接的这种能量 包括对生命的那种清晰度 都是因为这个能量场而拥有的 我在此呢就想呼吁更多的人来 不要错过了这种特别特别美好的这种机会 去显化自己生命里头想要的 包括你不能显化自己想要的时候 能够在这个能量场里头得到非常清晰的答案 告诉你应该去做什么 怎样去获得你想要的 让生命有更高的清晰度吧 还有一个想分享的就是 今天我豁然开朗的意识到 我不需要有和别人去比第三眼的 显化的这些东西 而应该强化自己所拥有的 应该是 抓大放小不叫不叫状态放小 就是强化自己所拥有的去把这个第三眼 发挥的更好的一个状态 以此来强化自己的那种否定 自我否定的那些不圆满去圆满它 而让自己有更 更强而有力的认知吧 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些都是在这个特别美好的三七课的这个空间里头 形成的很多 零零散散啊 好杂 我觉得我今天分享的特别杂 希望没有扰乱 听我分享的这个过程 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 一个是三眼显化 让我显化的这种小电影的这种清晰度 一个是在这个空间让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以及在这个空间里头 让我和大师有更好的连接 以及感受和大师连接的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小节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